这边都是种的黄猪草 去年全部盖的薄膜 没有盖牛粪 因为盖薄膜比较轻松 再说这个薄膜没有花钱 这都是盖完葡萄之后的那种薄膜 卖草种的都说这种黄猪草 甜相草 耐寒耐冻 零下什么一二十度都没问题 反正我们这里是没不可能达到零下一二十度 零下四五度倒是有可能 今年的温度还才可以 温度比较高 零下也就一两度 就那么一两天 所以这个草到底耐不耐寒不太清楚 只有眼见为时 拍给大家看一下 所有卖草种的都说这个草非常耐寒 亩不产 二三十灯 养个几十头牛没问题 这就是盖完薄膜的效果 看这个已经长起来了 这个描出的很棒 差不多有一二十多公分的 这几天温度快上来了 到时候这个薄膜要把它拆开了 因为现在一打动春气就长得很快 那个脚那里没有盖薄膜 去那里看一下 我们这里今年还没什么腻 没下腻 这边就是没盖薄膜的 同样的品种 买的时候说的零下五到十度 没问题 居井没有死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 要过段时间才知道 所以朋友们要不要盖薄膜 要不要做保温 自己去考虑 有的说我都不管它 我这草都没死 连连都是这样 这就是不管它不盖薄膜的效果 我盖薄膜的地方 长的已经到了二十公分 这个短的地方 已经开始慢慢出芽了 让这种已经出芽了 这边这个薄膜有好处的 不要偷懒 最起码 我这里的黄猪草 要比人家不盖薄膜的黄猪草 最少要提前半个月 可能 这上面的是甜相草 也是盖了薄膜 效果看得到 苗已经出来了 也出了很多 这个不能五了 要把它截开了 这几天温度一高就全部把它截掉 全部已经出来了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你想一下 人家种草的可以提前半个月 那是不是这个效率又提高了 所以做下保温有好处 不盖薄膜 绝对这个时间的不发芽 所有都是一样 你看这边上的都没放 都是因为薄膜没盖住 那这中间的 看到没有 这个苗全部已经出来了 前面就更加明显了 因为前面那一点点 去年比较干 砍得比较早 一直又没长起来 最后到砍的时候 才一米高 估计这一块凶多吉少了 感觉这上面都已经弄完了